一个生活中处处倒霉的男人 有一天竟意外变身上帝 拥有了各种超能力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冒牌天神》 布鲁斯是电视台搞笑节目的记者 但他早已厌烦在观众面前摆笑脸 他想成为一名主持人 却一直得不到晋升 他的生活也一团糟 先是自己的球队输了比赛 家里的狗又随地小便 早晨去公司开会还迟到了 正是因为他这样茅躁的性格 他梦寐以求的主持位置 却被另一个人截足先登 气愤的他故意在节目上装疯卖傻 果不其然被赶出了电视台 随后他试图帮助一个被小混混欺负的乞丐 没想到却被暴揍了一顿 总之他的生活非常倒霉 他向女友发泄自己的情绪 这让女友很伤心 他不禁大声抱怨上帝的不公 没想到这一声抱怨还真被上帝听到了 他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 一个老头正在天花板上修灯 老头从天花板上下来 衣服一脱露出了里面的西装 原来他就是上帝 布鲁斯不相信 老头打开他的文件箱 小小的文件箱拉开 竟然长达数十米 布鲁斯震惊了 他用手在背后笔画着数字 老头都一一猜中 难道面前这个人真的是上帝 老头告诉他 自己要出去度假了 他要暂时接替上帝这个职位 布鲁斯不可思议地走出房间 这一定是自己的幻觉 但当他想发动车子的时候 车子就自己启动了 当他想要一把手枪时 手枪就出现在他手上 甚至当他在餐厅吃饭 想要一把勺子时 勺子就出现在他嘴里 自己真的变成上帝了 他开始有些骄傲 运用神力 让整间餐厅狂风大作 真正的上帝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并告诉他两条规则 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是上帝 并且不能干涉自主意识 布鲁斯答应了上帝离开 拥有神力的他开始放飞自我 他决定给欺负乞丐的小混混们 一点教训 他让猴子从小混混的屁股里钻出来 然后又从嘴里放出蜜蜂去追赶他们 他回到家 把阳台上的月亮拉下来 又点缀了几颗星星 女友看见后很高兴 他们的关系又逐渐好转 家里的狗也不再随地小便 他的车也变成了超级跑车 堵车时路上所有人都给他让道 因为有预知的能力 他早早守在突发事件的现场 果然他等到了独家新闻 电视台的同事都纷纷对他表示恭喜 连平时瞧不上他的女主持 都向他投来暧昧的目光 为了能报复竞争对手 他利用自己的神力 让竞争对手在直播上胡言乱语 看见对方出球 他非常高兴 随后他成功顶替竞争对手 晋升为主持人 晚上 他与女友到高级餐厅吃饭 女友却误以为他想要求婚 结果发现他只是想炫耀一番 他的耳朵里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 原来是人们在向上帝祷告 他为此苦不堪言 这时上帝出现了 他说布鲁斯拥有神力一周了 却没有帮助过任何人 可布鲁斯扬言 自己其实有能力造福全世界 于是他回到家 开始处理这些恼人的祷告 他试图运用箱子来装祷告的文件 但箱子却堆满了整间屋子 他又想到用便签 但便签更是贴满了他家 为了不让女友发现 他设计了一个电脑程序 光是下载这些祷告 就下载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看都不看就点击了同意 但接踵而来的又是300万条 他快要崩溃了 直接一键回复了全部人同意 脚镇上的所有人都实现了心愿 在庆祝他升职为主持人的派对上 一个女主持走过来 并向他表示好感 房间里女主持强吻布鲁斯 却被布鲁斯女友看见了 女友很难过转身离开 他很沮丧 回到房间想结束派对 烟雾报警器便开始自动喷水 于是所有人都走了 他一个人坐在客厅 上帝又出现了 他现在才发现 自己离不开女友 第二天 女友出门跑步 他发现每个树干上 都刻着他和布鲁斯的名字 以及布鲁斯对他的表白 来到餐厅 他从电视上 看见了布鲁斯为他点的歌 从窗外望去 就连天上的白云 都呈现出 他们两人亲吻的头像 布鲁斯来到女友上班的地方 可女友还是不肯原谅他 他想运用神力 神力却无法操纵人的意识 而另一边 布鲁斯为全部人实现愿望 也带来了不好的后果 之前为了报道新闻 而让陨石下落 陨石却让整个小镇停电 而在彩票市场 同时有40万人中了彩票 但每个人才分到了17块钱 大家都很不满 于是街上发生了大规模暴动 社会秩序被破坏 彩票市场崩溃 这一系列事件 让人们觉得 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布鲁斯走在街上 看见人们都在烧杀抢掠 原本和谐的小镇 现在变得一片混乱 他大声呼叫上帝 于是上帝又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问上帝自己该怎么办 上帝告诉他 人们总是想要别人 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但真正的奇迹 首先要靠自己努力 这也是布鲁斯的问题 他不能遇到什么事情 都请求上帝帮忙 第二天 小镇恢复了秩序 布鲁斯上班的路上 看见汽车抛锚的男人 这次他没有选择 直接用神力帮助对方 而是帮男人把车 一起推到了旁边 他回家关闭了 处理祷告的软件 并靠自己的能力 训练家里的狗小便 他回到电视台 把主持人的位置 还给了竞争对手 他知道 这本来就是不属于 自己的东西 女友的闺蜜来他家 帮女友收拾东西 闺蜜告诉布鲁斯 其实他的女友 每天睡前都会向上帝祷告 他再次打开祷告软件 搜索女友的名字 果然出现了很多条信息 他点开一看 女友的祷告都跟他有关 他非常感动 这时 女友正好又登陆上来 开始祷告 但这次他想祷告的内容 却是想忘记布鲁斯 布鲁斯伤心欲绝 他来到大马路中间呼叫上帝 却被一辆大货车迎面撞上 他来到天堂 终于又见到了上帝 上帝告诉他 以后要学会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并问他还想不想再见到女友 没想到布鲁斯却回答不想 他想让女友遇见更好的人 上帝笑了笑 说同意了他的要求 并送他回到了现实世界 医院里 布鲁斯捡回了一条命 他躺在病床上 看见女友正站在门口 两人重归于好 不久后 布鲁斯回归了正常生活 他又成为了电视台的外派记者 但这次他参与的是公益活动 不远处 他仿佛看见了上帝的影子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或许我们都曾幻想过 自己能成为上帝 拥有超能力 但上帝可没那么好当 即使可以给你获得财富和地位 却无法用超能力 赢得所爱之人的芳心 因此上帝也不是万能的 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是得靠自己努力争取 不许可爱之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